中文投資網一個賺錢的網站 廣告回來歡迎繼續收看CIX美洲華爾街的美股高峰會單元 我是主持人Nanel 這星期的美股高峰會和CEO面對面 我們要面對的是我們中文投資網即將成立的 ICO168.L交易平台的CTO還有CSO 這禮拜呢CSO Tony他繼續和我們分享 我們的這個安全層級 幾乎是和世界一流交易平台同一等級的水平 那CSOJet呢他第一次登場 他更要詳細的解釋 他們會如何用技術來保障未來 我們所有ICO168.L用戶的一個安全性 Tony過去有很多在這種做風險管理的經驗 那是不是你剛有提到說 我們現在用的這種的安全性等級 是Tier 3的這種保護措施 是不是這個保護措施等於是跟現在目前 世界上主流的這些交易所是用同一款 就是最高等級的這種安全措施 是的我們的硬件和管理扣管方面是基本上是不遜於業界的任何一家交易所的 我們也有信心也有能力能做到這一目標 那所以說現在很多時候交易所發生那種被盜的這種事情 那我們在上面是不是會在這個部分會特別特別的加強投資人他的這個資金的管理 首先我們是會對投資者進行 就是新來的時候會進行教育 就會會對他們強力推薦 利用谷歌的FQA進行 讓他們進行這種登錄會保存盡可能的保存安全 另外我們也如果對於大額的取款 和存款和提款請求 我們將會進入人工的介入來確保 這一定是客戶本人來操作的 任何的登錄存取款的信息 我們都會跟客戶發送驗證郵件 所以來確保一些安全 所以說等於同時從系統上控制 也是從人為上面的雙重的一個控制 是的 那Tony另外這邊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剛剛提到就是說我們在很多系統上 會進行許多的這種認證 那很多人如果說投資人 並不是很了解怎麼去認證 我們是不是在客服上面會去指導他們 這樣做這些認證的方式 是的 我們這個我們不僅有 我們不僅有對於這方面會有這方面的 就是首先我們就有文字版 或圖片版的對這些人進行講解 如果不行我們還會有專門的客服 對客戶進行一對一的幫助 來確保客戶對每一步的認證 都可以了如指導 嗯 好的 那最後你幫我介紹一下你自己 因為你剛剛提到就是 你現在是我們在這個平台上做所有安全性管理的一個靈魂人物 那幫我們介紹一下你自己 那幫我們介紹一下你自己 因為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很多投資來說 這是第一次露面的一個新人這樣 但又很重要 給我們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是畢業於紐約州立大學實習分校的運用數學和統計專業的碩士 然後曾經在國內的昆仁銀行和光大金控從事流動性分險的管理方面的工作 對於低量金融模型的建立有一定的自己的深入的見解 在分險管理和大數據方向都有比較豐富的信念 Hi Jen 很高興加入我們中文投資網這個交易平台的這個團隊 那其實對於很多這樣的線上交易平台來說 CTO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首先你可不可以先幫我們介紹一下你自己過去的經歷 是非常厲害的 Hi 你好 Nanelle 是 Jade 我在大學裡面主修的就是 就是computer science專業 然後我之前有多年的軟件開發經驗 然後曾經在美國上市公司暢遊工作過多年 然後目前在中文投資網擔任CTO 主要是技術方面的籌備開發工作 那麼接下來我就來說一下 關於投資者的加密貨幣安全性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項 是 對在安全性方面呢通常大家 投資者其實是非常疑慮的一個部分 因為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 錢投進去了 但是怎麼樣可以保障我們錢的安全 然後同時靠這些錢再滾更多的錢 這是一個很關鍵性的問題 那你可不可以從技術的部分 幫我們來做一個說明呢 對好的 ICO在這幾年的這個數量上有很大的激增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風險 然後就比如說像一些有區塊鏈項目的公司 他們在ICO期間他們這個加密貨幣錢包 遭到了網絡黑客的攻擊 然後這些投資者他們都被迫承受了這個數百萬美元的經濟損失 然後比方說有這個著名的機塊鏈分析公司 Chain Alice's 報告 他發稱到呢 過去幾年ICO累計吸引到了將近16億美元的投資 但是呢 黑客們從這些錢裡面已經拿走了將近百分之十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 他們的主要盜取方式是通過網絡釣魚 就是誘使用戶來點擊他們的這個惡意鏈接 從而暴露了自己的這個加密貨幣錢包的公钥或者私藥 那麼我們都知道這個加密貨幣呢 它實際上是一對電子密碼鎖 它由公钥和私藥來組成 在這兩者當中呢 私藥是尤其重要的 私藥是絕對不可以被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一個人知道的 那麼我們的我們ICO168的這個交易平台呢 我們在加密錢包 為投資者提供加密錢包這一部分上 我們會修改加密算法來增強這個 從技術上增強它的安全性 但是呢 我們也離不開投資者 他們自己對私藥的謹慎保管 目前呢私藥的存儲方式主要是有熱存儲和冷存儲這兩種 通俗上來講的話就是我們平常稱的這個熱錢包和冷錢包 熱錢包呢 它是因為將加密貨幣的這個私藥保存在互聯網的設備上面 這樣的話呢就可能會遭到網路黑客的攻擊 因為他們可以通過互聯網來獲取這個 這個投資者的加密貨幣私藥 所以呢我們建議這個加密貨幣的投資者們 他們將一些小額的用於日常消費的小額的加密貨幣 來存在這個來保存在這個熱錢包裡面 但同時也要這個嚴格遵循錢包的備份步驟 來保證私藥和種子瓷的完整 從而來避免自己的這個錢包裡的私藥被網路黑客給劫走 然後另外呢像對於大量的這個加密貨幣 當它不是需要頻繁使用 需要長期保存的話呢 我們就建議它應該將這些私藥放在冷錢包中 冷錢包它的意思就是講 這些加密貨幣的保存呢 它是完全脫離於互聯網而存在的 所以呢如果說你的私藥放在互聯網以外的設備上 那麼你就根本不用擔心你的私藥會被網路黑客所劫持 目前呢冷錢包有幾個種類 比方說一些硬件錢包就是一些硬件設備 它這個硬件設備裡面呢它記錄了這個你的所有私藥 但是呢你不用幫不用將這個不用將這個 這個硬件錢包來連接到互聯網上 所以這就這就非常安全了 然後另外也有一種錢包叫做紙錢包 紙錢包它就是將你的這個私藥生成一個二維碼 然後你只要把這張紙保管好 然後你需要用錢的時候就是比方說拿你的這個手機 或者攝像頭來掃描下這張紙上的這個二維碼圖片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你的加密貨幣來在網路上進行交易了 Jade我們知道你剛剛除了提到在這個安全性我們預防駭客上面 我們已經有非常完善的一個準備跟預防了之外 接下來我們還會在AirDrop跟STO這方面做一些搭建跟準備 是不是 對是的 其他來呢我們的終點主要就是AirDrop和Security Token Offering 正如這個字面上的意思呢 這個AirDrop它中文翻譯過來也叫做空頭 好像看起來像是從天上在掉扇頂 但其實它是在用戶登入我們的交易平台的時候 我們的公司會向用戶贈送很多數字貨幣 我們會把這個加密貨幣直接打到這個用戶的錢包地址裡面 所以這個點上面就不需要用戶他去挖礦購買 或者進行一些其他的活動來去持有這個加密貨幣 我們是直接免費送給客戶的 是完全無條件白送的 聽起來很有吸引力 是的 對於空頭的規則主要是由這個發行方來決定 那除了這個AirDrop這個我們提出講可以免費得到它之外 那STO這邊我們跟其他的做這種Token Offering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的競爭力在哪 對是的 這個STO它的全稱就是Security Token Offering 然後翻譯過來的中文意思就是叫證券型代幣 它是指任何一種可以交易的資產的一種廣義分類 通過一些ICO或者一些其他的活動 投資者他們可以使用這些證券型代幣 然後來進行各種交易 這些交易的類型 不管是你從買賣房產買賣貴金屬到很多方面 都可以使用這種證券型代幣來進行交易 所以這是一種非常好的代幣類資產 然後在美國呢 這個STO它是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條例的約束的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它制定了相關的規則來判定 此類金融操作是否合規 並且如果有公司想做STO的話 那麼他們一定會受到這些證券法規的約束 所以像AirDrop還有STO Security Token Offering 這兩個特色是我們未來平台上也會擁有的 大家投資朋友也可以就是看到摸得到拿得到 對不對 是的 是的 好的非常謝謝Jede 期待就是未來你在我們平台上提供最一流的技術支援 因為我知道其實很多做這種平台 投資人他們非常好奇安不安全技術強不強 那我們今天就把我們這個平台的這個CTO 直接就是曝光在所有觀眾眼前 跟大家一起面對面的說明 我相信這對我們未來投資人交易的保障上面 會非常說不利 謝謝Jede 十分感謝謝謝謝謝 謝謝 下周美股市場又將迎來數據密集發布的一周 首先周一早上10點將公布的是5月新屋銷售數據 周二早上10點我們關注到6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而周三早上8點半將公布的是5月的耐用品訂單數據 周三10點半老時間關注原油的投資者 記得看上周原油庫存變化數據 而周四早上8點半將公布的是第一季度美國GDP的中值 周五早上8點半我們關注到上周的個人收支數據 以及PCE價格指數 此外財報季基本上已經結束 但是下周四盤後仍然可以關注到服裝品牌耐克的財報 除此之外在新聞方面 投資者必須要密切關注 美國和全球貿易談判的最新進展 那麼以上就是下周的美股預告 我是Laura 我們下周再見 我們下周見